台股達人秀 各位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台股達人秀》 讓我們一起學習投資 一起變達人 我是主持人有庭浩浩浩 每個禮拜晚上 我們在這邊跟著大家 一起針對台股的時事 做分析 做解讀 做探討 目標只有一個 就是讓我們的銀行帳戶預額 跟我們的手機號碼一樣長 今天一樣來探討 上週的台股籠券 張數來到了25萬張 目前已經來到了70萬張高一點的一個預額水位 這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暫且不談 我們先談一下籠券 什麼是籠券 我們常講 籠資籠券 籠資籠券 籠資是借錢來買股票 籠券是借股票來賣 所以你看漲 你看多 你會去融資 你看跌 你看空 你會去融券 那現在問題來了 融券的水位來到一個這麼高的水位 來到70萬張餘額 是創了5年的歷史新高 在這麼高的一個水位底下 我們同時知道 目前的台股也是屬於一個萬億行情 一萬億千點的一個高點水位 融券是什麼 是借股票來賣 它是需要回補的 它是需要買股票 來還給券商的 這樣有沒有可能讓這70萬張的一個龍券餘額 成為一個刺激性的 或者一個潛在性的一個買盤呢 我們今天請到的專家 來替您做一些分析 當然除了這個議題之外 我們特別也取到這個 觀眾朋友 最在乎的一個議題 什麼議題 如果我現在手上有龍券 有空單 我該怎麼辦 這觀眾朋友最在乎的議題 我們今天也請到專家 來特別做一些解析 其實除了這個龍券的議題之外 我們也探討一些 比較一些casual 比較一些好玩的一些議題 就是郭董他決定要參選總統了 目前已經確定好要參選這個 國民黨總統內的一個初選了 說是受到可能是這個媽祖感召或媽祖託夢 這個問題很政治化 我們先不談 但是我們談什麼 如果郭台銘 郭董真的順利有機會 能夠選上中華民國的總統 對台灣經濟盤勢的影響又會是如何呢 郭台銘 我們常講說政治人物是政治人物 所以跟台股的那個聯動性 不會因為選舉就產生很大的一個影響 但郭台銘他是一個商人 有哪一個政治人物跟川普握過手 又跟習近平握過手呢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玩的課題 今天我們請到我們的資深分析師 考古達人 考之一考老師 來替我們做一些分析解讀 我們看一下以下的訪談影片 好 老師好 你好 好 老師 所以目前台股的龍券 上週增加了25萬張 現在已經來到了一個 70萬張龍券魚的一個水位 創了5年的新高 那我們知道龍券它是需要回補的 也就是說它需要買回來嘛 那目前台股又是一個萬億行情的狀況下 到底這樣一個買回來 一個買盤的動作 是屬於一個支撐目前萬億行情的一個力道 還是會一舉去灌破這個萬億行情 台股現在是多是空 老師怎麼看 我們從一個很簡單的台股自己本身的架構來看 因為我們台股本身的一個季線 就已經連大概64天上萬的一個情況了 是 所以這樣看起來的話 在這個羊路虎口的情況下 羊路虎口 老實說 台股現在要羊路虎口是看空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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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羊啊 就是龍券妹妹羊啊 龍券方 空單方是羊 那準備要入虎口了 對 入了這個萬億的這個虎口啊 所以這個萬億虎口 才會叫做羊路虎口 所以老師就是我們的牧羊人 帶領我們的觀眾朋友 一起來逃離這個虎口對不對 是的 所以老師的意思是說 現在雙岔路口 基本上是多同方 比較有可能的方向過去對不對 可以這麼說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老師是怎麼推算出來說 龍券跟這個台股 往多頭方向的一個連結呢 是的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龍券魚額跟台股之間的 一個歷年來的關係 是 每每龍券魚額創新高之時 甚至是這種70萬張的水位 台股都這個見高不是高 那再加上我們自己本身的一個 季線的一個彎曲的角度 非常的陡峭 一個慣性的力量 如果一旦突破了萬一關卡 這個頸線關卡 壓力轉為支撐的話 就欲跌不易啊 也就是說 目前龍券方 從40萬張的一個 從圖表來看 40萬張上升到70萬張 同時呢 加權指數呢 也不斷地在往上攀高 至於龍券方高 指數也高的情況底下 那我就要問啊 老師 您說台股基本上 短線上會往上衝 那具體而言 會衝到什麼地步啊 啊 那老師在這邊呢 其實也很 很有信心的講 是 就是說 萬一關卡 其實根本就 不用太過於擔心 哦 真的 因為為什麼老師自己 再加一百點都不嫌多 哈哈哈哈 老師你講得很 眼睛節節哦 再加一百點 其實都不嫌多 為什麼各位投資朋友們啊 除了看我們的 一個 形態 跟一個 頸線 轉為支撐以外 是 其實你可以看到 國際的 跟我們聯動最明顯的 費城半導體啊 哦 所以老師基本上的意思是說 目前來講的話 台股本來有一層壓力線 正在壓著台股 對 但是如果灌破這個 一萬一千點的一個關卡之後 這個壓力線 就轉成一個支撐線了 沒有錯 所以基本上 只要一突破 基本上就是屬於一個多頭面了 可以這麼講 但是老師剛才說 就是說 你的意思是說 龍圈這個 這個因素啊 70萬的龍圈餘油的因素 並不是指數往上衝的主要原因 哦 它算是 籌碼面架構下一個 因素之一 只是籌碼面下一個 對 那具體而言 老師說 跟費半有連結是怎麼來看 哦 當然沒有錯 因為費城半導體裡面呢 這些極先進的 這些IC設計公司 都將他們的業務 發報到我們台灣來 做一個IC設計製造封裝和測試 那我們的台積電 又是全世界最大的IC製造公司 那也是幫這個費半的極先進的 這些IC公司啊 做一個製造封裝和測試 那麼呢 它自己本身的一個ADR啊 也是在費半裡面 主要的要員之一 ADR就是我們這個 我國的一個股票 在美國上市的一個純證 純證 純證 要跟隨的一個領先指標 基本上就是半逃delay的一個領先指標 也就是費半的一個指標 沒有錯 所以台股 是以這種方式來跟隨費半 進行一個聯動的 是的 那除了費半之外 還有其他可以作為一個參考的聯動指標嗎 可以的 因為費半呢 這個精密儀器的這種指數啊 對景氣的變化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當它領先突破的時候 其實我們如果客觀 長期在研究美國股市的 更要服以一個 更客觀的來表達美國總體經濟的 叫做標普500 就是不能只看半導體啦 對 然後來做一個佐證 那麼呢 標普500 也就跟在費半的這個腳步之後 也突破新高了 也就是說 我們目前要看費半 是跟我們的聯動性 最關係最大 但是我們同時也是要關心美國的整體經濟 是的 是以S&P500來做一個追蹤這樣子 是的 所以等於是說 目前的台股整個盤勢來看 我們第一優先 基本上應該是看一下美國股市的聯動 沒錯 那龍眷方呢 是作為一個籌碼面的一個參考指標 是的 所以目前台股的樣式 基本上總體而言 老師還是看多的 我們說欲諜不易 這個上漲有望 上漲有望 上漲有望 那我當然還是要問一下 現在投資朋友最在乎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我現在手上是那七十萬龍眷一額的一元 那我該怎麼辦啊 哎呀 這是你手上有空單 導致你可能不孤單 啊 就是一起死的意思 哈哈哈哈 這個也不敢講說你一起死 因為呢 有不同的類型的形態的個股 就要看你持有的個股它長什麼樣 好 所以觀眾朋友這就是老師厲害的地方 說手上有空單 基本上在剛才一個老師所說的一個多頭格局下 我本來都以為啊 那手上有空單應該就是死翹翹了 所以老師還是有幫助我們做一些操作的一些法則 是的 跟大家分類一下 讓大家絕對不要那麼擔心 那有哪些法則啊 那第一個 如果您買到的是這種仰天長效型 我們比如說像3704的核請控的話 就往上衝的這一種 對對對 不斷衝 沿著五日線 連五日線都沒有破這種 勢如破竹 這個石破天津 和上撐傘無法無天的這種 哇 老師形容的真妙 你真的就要速度快一點 因為它從16.3嘛 一路漲到24 26 哇那這個速度之快 不到半個月的時間 就這個 拳拳到肉 你可能真的要非常小心了 也就是說這種 往上衝的股票 老師是認為 立即回譜 不要有猶豫 是的 那有沒有說到幾趴 或損失 損益到幾趴的時候 才進行回譜呢 因為這種公司啊 它 你可能很難去設限 它的一個 漲勢會到哪裡 大多頭排列的 出量上攻 又這個 這個價量欺揚 太過於明顯 是 所以您一旦有 這種倦丹的話 就要迅速回補 先跑為上 斷尾求生 趕快回火星吧 好好好 OKOK 各位觀眾朋友 地球是很危險的 遇到這種股票 就趕快回火星就對了 那老師 還沒有其他的一個法則 來教我們做一個 那當然也有這種 第二型 叫做回頭試案型 什麼叫回頭試案型 就是各位投資朋友 你還算有點幸運 表示你這個 可能這個 主障基德 平常有保幣唷 所以像是2367的耀滑 老師是怎麼來做一個觀察 是的 因為各位投資朋友可以看到 他在空單開始 激增之時呢 他就來了一個跳空下跌 是 那跳空下跌呢 等於給你了 該有的一個短線上的獲利 哦 甚至是讓你的這個水溢兩平 達到一個這個水溢 這個兩平的水位 所以等於是 來做一個大怒神 往下衝 這樣子的意思 對 那老師 那我這樣的話 他搞不好還會再回來啊 對不對 他搞不好還會再 或往下 老師是怎麼判定 之後呢 一個跳空之後的一個走向 因為我們看到耀滑的話 剛剛的投資朋友看到 他只是跌破月均線 可是他在濟均線這邊 濟均線上彎的情況 還非常明顯 哦 所以他並不是濟均線 月均線 十日五日一起集結之後 再帶量下攻的 哦 所以等於是 他不是什麼 到地域一層 地域二層 地域三層這樣慢慢下去 他是一次就到地域十八層 所以只能慢慢往上走了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也可以這麼說 哦 所以等於是說 老師判別的原因呢 主要還是因為 目前他的一個叫空缺口 但是因為他的季線 月線 仍然在一個多頭格局 對 尤其是季線 這樣子 所以如果遇到這種股市 老師也是建議回補 是的 您有獲利 就是可以先行回補 先走一趟再說 OKOK 所以要恭喜你啦 能夠空到這種 不痛不癢型 恭喜觀眾朋友啦 謝謝 回頭散型而已 恭喜你啦 小賺一波 那老師還沒有第三型的 也有這種 比較特殊的類型 因為他可能是這個 資券啊 是要來鎖單的 也就是說 這個主力本身 他可能是要來照亮 來鎖單的 所以 資券同步齊陽的話 你可能 就還好 不算太 對股價有目前太明顯的 這個上揚的變化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 中長線的看多 你也要小心一點 這種不痛不癢型的 也有可能是溫水煮青蛙 所以在溫水煮青蛙的過程當中 還是先補為快吧 也就是說 目前是因為 融資跟融卷都產生了 都有一定的量 那因為兩邊的量夠多呢 同時就鎖住了目前的一個價格 是的 那基本上這種價格呢 老師也認為就是說 你再多等也沒有什麼太大的 這個好處了 尤其目前台股又是屬於一個多頭格局 是的 那還是也是先行回補 是的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目前遇到三種類型的股票 第一種是那種仰天長效型 就是 趕快回火星 地球很危險 是 第二型呢 是我們這個回頭式暗型 像2367的要環 基本上呢 也是 恭喜你賺到 一點小利 一點小利 但是也建議你趕快先做一個回補 來做一個獲利動作 是的 那第三型呢 不痛不養型呢 基本上 留著也沒什麼用 人生短短幾個球 不要浪費時間 是的 我們就趕快也做一個回補 是的 OKOK 那聽完老師的三個步驟 三個法則 今天我們還探討另外一個有趣的話題 好的 我們知道郭董目前要準備參選總統 這個消息很紅啊 老師 是 消息很紅 所以我們不管他是受到這個媽祖的感召 還是受到誰的託夢 是的 呃 郭台銘呢 目前他要選總統 這件事情已經 參選國民黨的初選 已經是確定的 對不對 那我們不管他真的要託夢還是怎麼樣 對 我們節目組是真的沒有受到託夢 或者是受到媽祖的感召 但是節目組非常有心 怎麼有心法呢 我們節目組喔 到這個後面的土地公廟 借來了一個杯 想要請這個老師來替我們觀眾朋友 來這個直一下杯 好的 媽祖對於我們2019年 觀眾朋友們的一個財運的運勢 來拐一個杯 好不好 好的 好的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來 喔喔 老師戲很多 喔 喔 聖筊太好了 欸 感謝媽祖 感謝媽祖 謝謝媽祖 所以瓜哥沒有在 2019年的一個財運運勢 一定旺旺來 如果沒有旺旺來 那也不要找到去找老師 唉呀 唉呀 好老師 老師為慶寧來負責 玩笑關玩笑 我們還是 這個玩笑歸文笑 OK好的 林高歸林高 我們還是來看一下 那 郭台銘選總統 具體而言喔 老師您認為 對台灣經濟的影響 股市的影響 怎麼看 怎麼做解讀 是的 那麼呢 這個郭董呢 他要選總統這件事情 真的是讓我們也是引頂期盼 是 那他 因為原本他自有的一個工廠的一個富士康 我們知道富士康在中國的幾十萬大軍 甚至是上百萬的大軍 都是幫這個美國的蘋果公司 做一個組裝代工的一個情況 那在這個樣的一個商業結構鏈下 已經形成了一個非常好的友善關係 如果在這時候又浮以一個政治上的一個當選的情況 那或許更有利於美中兩邊的關係 來浮以他自己本身甚至整體台灣的一個外銷的情況 都可以有一個有效的一個改善和提升 所以他是左手握川普 右手握著習近平 老師我們要知道 很少有台灣的政治人物 可以一次握到這兩個人的手 基本上是我是沒有見過的 但是郭台銘他是一個商人的角色 那老師要怎麼從商人的角色去做一個推論呢 好 那我們真的是真正想一下 這富士蘋果真是好吃 就是這樣來講的 就是在這個中國的富士康加上在美國的 因為他是美國的主要供應商 美國蘋果的主要供應商 那富士康加上蘋果就變成富士蘋果 就變很好吃了 老師常吃富士蘋果 好 我是沒吃過啦 錢不多這樣子 老師既然這樣來推論 我們是怎麼從數據面來推論出 富士康加上蘋果 然後郭台銘這樣的角色 就會導致台灣的整體情形變好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最具領先指標的 這個美國蘋果的股價走勢 好 看一下股價走勢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一個季線的情況 也是上彎的情況非常的明顯 也就是說 蘋果目前的一個中多架構 是不變的 基本上還是中多頭 對 中多頭是沒有變的 那再來看到我們富士康 因為這個郭董宣布參選總統之後 這個金融市場給他的一個正面評價 也是帶量上攻突破了下降壓力趨勢線 所以從這個情況看來 再浮以看我們台灣的鴻海 那鴻海更是不用講了 你看地線上班的程度更是漂亮 多頭排列 所以從這三方架構來看 從金融市場的角度來看 從證券市場的角度來看 其實是很樂觀其成 郭董參選總統這一件事情 尤其他從去年 我常在想 從去年之後 鴻海就一直在減支 然後郭台銘就不斷的去 買他自己的股票 是是是 我都不禁在懷疑 是不是那個時候 他就決定要選總統 原因是想要鞏固多一些股權 想要鞏固整個鴻海的經營這樣子 是的 那當然我們還是再探討一下 假設性問題 好的好的 我們這個節目是很財經化的 不是政治化的 是財經節目 如果郭台銘真的有幸選上 中華民國的總統 那對於台股的這個連動性 我們要怎麼做一個借鏡呢 是的 那就是組織問得非常好 是 那因為從川普在2016年 選上總統之後呢 美國的一個總體現況 尤其是這個失業率 跟非農就業人口 等於是郭台銘就是 台股的一個川普 可以這麼說 我們講這樣類比的話 是非常好的 對對對 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們繼續看下去 這個失業率跟非農就業人口的情況 那失業率是不斷的下降 不斷的重新低 失業率是紅色線嘛 是的 那這個藍色的這個棒棒 那棒棒呢 就是這個 非農就業人口 也呈現一個非常穩定的成長 非農的原因是因為 觀眾朋友 非農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都知道 美國它的這個農業 還是佔一定程度的一個出口 但是呢 有時候 因為農民不一定在冬天的時候會上班 所以他不上班也不代表他失業嘛 所以會特別成立一個叫 非農就業人口 這樣的一個名詞 是是是 好那除了非農就業人口和失業率之外 老師還沒有其他可以做一個接近的 好 大家都朋友們 觀眾朋友們都非常清楚 就是說 美國啊是一個消費為主的第一大經濟體 是 那所以它的一個內需消費就非常重要 那我們看到核心物價指數 我把這個食物和能源的這個因素排除掉 我們來做一個最客觀的觀察 也就是藍色線的地方 也呈現一個在川普當選之後的 有緩步提升的一個情況 也就是穩定的一個低通膨 是的 而且是美國目前的整個景氣 其實都還呈現一個不錯的趨勢 溫和成長的趨勢 包括他的失業率夠低 就業人口穩定成長 還有他的一個低通膨 是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老師也認為 如果郭台銘同樣是一個 以商人的角色 作為選上中華民國總統 那也是有可能 借進這個川普的一個道路 是的 甚至有可能對我們台灣的外銷訂單 由目前一個這個 副成長的情況來 由衰轉勝 哦 所以基本上 老師認為 這個郭台銘在當選總統之後 基本上 可以以這種外銷訂單 大量出產之後 來拯救台灣的一些可能 降低 再更降低失業率 然後促進我們的一些 通膨上的一些成長 可以這麼說 可以這麼說 所以今天邀請到老師 實在是非常容器 獲益良多 那觀眾朋友 如果對於老師的這個 資訊有更多的這個問題 想要做了解 想要來詢問的話 也可以加入老師的LINE AD 考古達人 LINE AD的ID是 小老鼠TGI1007 那如果觀眾朋友有興趣 也可以這個加入老師的 考古達人的臉絲粉絲團 是的 有任何問題 有任何資料想要鎖取 都可以跟老師來做一個聯絡 那觀眾朋友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麻煩訂閱頻道 按讚加分享 那我們就下期見啦 掰掰 掰掰